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察叔叔 這是野路子一步步學習他的第某一集 好 這集講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你要開始學幫人家伴奏 幫人家伴奏的精神是什麼 首先他必須要工整 不可以太freestyle 為什麼 因為如果是你自己幫自己伴奏 你的嘴巴跟你的手是同一個腦袋 所以你可以自己控制 控制那個同步 但如果幫別人的話 你的手跟他的嘴巴不是同一個腦袋 所以這個同步你就必須要給的穩一點 比如說我先舉個例子 如果是我自己 這是什麼 小幸運 小幸運的和弦進行我這裡就不講了 我有另外一個視頻就專門講小幸運的和弦進行 你可以 加我的微信然後問我目錄 喊我一聲 然後我就把目錄發給你 我好像講了兩三集在講小幸運的和弦進行 這也是個非常好的套路 好 繼續講 那怎麼工整呢 你看啊 首先拍子要工整 真正的工整其實就是 5-3-2-3-1-3-2-3-R-3 但是這個又太無聊了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但是味道比較不足 所以你即使要打R-3-2-3-1-3-2-3 你可以控一些拍子 但是你的總拍數要一樣 5-6-7-8 5-6-7-2-3-2-3-4-5-6-7-8 5-6-7-2-3-2-3-4-5-6-7-8 對方才跟得上 這時候這個歌手如果他想要freestyle一點 那至少你是很工整 譬如說我現在假裝我是那個歌手 很freestyle 你看 freestyle到很欠奏的感覺 有故意拖拖拉拉這種感覺 但是 他如果拖拖拉拉 freestyle 你就一定要工整 你不會 他欠奏 你不會跟他一起欠奏啊對不對 要不然兩個就一起被奏了 所以 他欠奏 他freestyle 他拖拖拉拉 他油油的 你就要很穩 這就是伴奏的奧義 所以 然後 你看我彈的時候 其實我都彈得很簡單 我基本上就彈四根弦 彈了一個更音 再彈另外兩三根就好了 可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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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少彈到一弦 為什麼 因為一弦太高了 我希望這首歌它開始的時候伴奏是比較低調的 你看我都沒有播到一弦 但是你在進入副歌的時候 你就可以加入一弦 為什麼 因為前面已經低調太久了 對不對 我們雖然是低調的人 但也不能從頭到尾都低調啊 所以到了副歌就可以 你看我這時候就很強調一弦 而且它都是在固定的時候出現 你看 一整首歌我只會這一句 的歌詞其他都是嗯嗯嗯代替 好啦 這個視頻我覺得你可以多看幾遍 然後你去模擬你怎麼樣幫一個人伴奏 好啦 這集就這樣 掰掰